昨天在主人家吃羊肉 今天他带我去看他的马场 咱们去看看哈萨克斯塔的马群 他养了多少头马 一头马多少钱 500万 看看他的产业有多大 你看人家虽然住着这种非常简单的小账房 净资产的话已经超越我了 咱们出发吧 我们现在开着车 离马群越来越近了 这边全部都是他的马 一共有五六百头 我们到草原的深处了 牧场主人是个隐形的富二代 他的马匹 这边这一撮全部是他的 那边那一撮几百头也都是他的 刚才在车上聊天 他跟我说 冬天的时候 他们会把马匹赶到山上 放到他们草场里面 给他们一天喂一次草 大概就在那个方向 然后夏天的时候 这些马匹全部都散养 像现在这样 春天夏天秋天 三个季节都是散养 平时没事的时候会来这里看一下 为什么要看一下 因为去年丢了一百匹马 被别人就是偷偷的赶走了 一百匹马的话 这个经济损失的话 高达一百万人民币 咱们近距离的去看一看这个马群 跟我在非洲看的还是不一样 去非洲的时候 那个大草原是不能下地的 下地要罚钱的 但是哈萨克斯坦这个草原 没有什么那个食肉性动物 除了那个狼群 夜晚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这个草原上 煮上一锅肉 会把那个狼群吸引过来 其他的话都没事 像白天的话 咱们随便看 在哈萨克斯坦这边 他们的马基本上都是散养的 很少会有那个圈养的 这边大概有个五六十头 站的那边多一点 小伦们你们看那边 就是车再往后面 待会我用无人机给你们放一下 刚才我听他说 他说是五百头 然后我问了一下 后面问清楚了 他说他大概有六百多头 小伦们六百匹马 是什么概念 这边马的话 一头的话卖一千五百美金 和现在这个汇率的话 就一头马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零五百 你就扣着那个五百 他都值那个六百万 所以你看人家 虽然说住那个粘房 也不简单 天天都吃羊肉 所以说这个生活还是非常好的 你看我们一靠近 这个马匹他们就走了 那个是马的那个老大 就是体型最大的那个 就是会看一下 如果说看见有狼了 他也会走 像他们平时如果说要卖这个马 他们是怎么捉他们的 用麻醉枪吗 不是放在一个马卷 冬天赶回去 然后就把他们卖掉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所以冬天卖这个马的会多一点 春夏秋的话会比较少 你们看 用这个无人机可以看到这个马群 马比我们非常远 这个马差点刚才用后脚踢了我一下 这个是真正的一个 放牧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用这个无人机赶着这个马群 兄弟们看 这个马的话 可以把他们赶到一起 兄弟们看 一直在追这个马 挺有意思的 这个画面 万马奔腾啊 帮主人把他的马就是凑过来一下 他要看一看 数一数 你看我这个一赶 这些马全部都挥到一起了 没丢马吧 没丢马 大概就是说 外面放了大概两百三百头吧 还有一边在那个山那边就不飞过去了 这边是农场主的骆驼 家里面养的骆驼 养的这个马 还有这个羊啊 啥都有啊 吉祥三宝 兄弟们 这双风骆驼啊 也能卖个好价格啊 他们这个骆驼奶的话 也非常有营养啊 看我后面啊 全是他们家的骆驼 骆驼一头得多少钱 至少是三万块钱吧 两万 两万美金啊 两万人民币 骆驼比较贵啊 兄弟们 这个也是他的资产 那数一下 这个也有个八十三十头左右吧 三十头骆驼的话 也是六十万啊 这个哈萨克斯坦 这个草原是真的大啊 什么动物都吃得散养 兄弟们看 这骆驼 马 还有这个羊 这些都是天然的这个野草啊 兄弟们 这骆驼吃的够欢 他们这边的动物 就是平时就散养的 直接放到这外面 啥也不用管 到年底了 该卖的卖 吃吃喝喝 全程放养 这个骆驼呢 要是走了太远了 会用那个直升机啊 就是定期的去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会被偷啊 在这个草原上 也有他们一些偷猎者 会偷他们的这个骆驼马 什么的啊 这也是比较值钱的 像羊的话很少